三灯 王老师为什么没给 我倒是想问一下你 你以瞧不上谐音梗著称 你为什么在自由的时候拍了灯 因为巧妙 就I F U就不可以 你的意思是 建国的那些谐音梗都不够好 不是对谐音梗本身有意见 你仔细听 其实我经常给建国拍 只要好笑的话 梗是不分什么谐音梗不谐音梗 这个玩意就是 你只要达到了一定标准 你讲什么都行 或者你长成一定程度 对吧 不说话也行 这个东西是没有定性标准的 我只是一直强调谐音梗 很容易出不好笑的偷感的东西 但它那个自由很好 I F U就是非常差的一个例子 好的 我们小北获得了三灯 进入抢麦环节 五秒倒计时开始 五 四 没有人站 一个 俩人 好 好的 我们看到只有紫芸和浩斯站了起来 那么小北返选 好 就浩斯吧 浩斯 他为什么要选浩斯 各位体面了 浩斯 不是说两句吗 直接来 我也没啥好说的 就讲我 我今年就是不晋级交个朋友 交个朋友 哈哈哈哈 不是你去年就是你把我淘汰的 你就是交个朋友 去年太狂了 去年太狂了 去年是浩斯把你淘汰的 那这一场有点精彩 我们有请浩斯 我不想看到那任何一个首 看来是很浩斯 那我把说是很喜欢浩斯 今年也很喜欢 但是我有一个话不是当奖不当奖 但讲无法 就是可能做一位老一辈脱口秀演员 就是我可能有一些迂腐的看法 我觉得很多优秀的选手 创作的时候 不讲究这个本质的整个结构 或起程转合这些东西 就是说当大家听这个表演 其实包括小北很精彩 我们听着听着就希望有一个 更有 最后起一个高潮之类的 有一个什么三段论或者什么 希望有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前面该拍可拍可不拍的时候 你犹豫没拍 以为后边有更精彩的时候拍 他幻化极了 你是你的判断更加英明 但是他突然就没了 戛然而止 然后你就很失落 你就一直坐在那挣扎 说刚才其实是可以拍的 他会有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我发现这样创作的选手 不止他们两位 还有很多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不知道 其实我想问的是 你们训练营都训练什么了 我又有书要出版了 突然想到 我不知道这节目播的时候出没出 我会把我自己写的脱口秀工作手册出版 其实我里面已经讲了 我说演这个玩意儿 就要按照高考作文的标准来创作 就是完整 对 要有结构 就起程转合 四个字就搞定了 好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已经来不及了 来 浩子说两句吧 就有点没有突破去年的自己吧 没关系 我觉得输给小北我觉得挺好 也没有挺好 不是很好 也没有很好 挺好 你去年淘汰的今年 对 还一个嘛 也没有还一个 我们还没注意新空快乐呢 谢谢 新空快乐 我觉得淘汰是好事 因为我不想 那么浮躁 对 我这人容易浮躁 是吧 浮躁 防腿 防腿 你衝他们手别跟我说 没事 他们明年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好的 那明年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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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吴白白 我咱俩在打 对 我其实不应该这样 真的 到我这样 不应该是我的劲儿 肯定不是他正常的水平 他正常水平肯定要比这好非常多 然后其实跟他比我也挺难受 因为我们俩朝夕相处写稿子什么的 然后我也挺没啥的 笑不出来 也反正跟他比完之后 我以为我能赢的 我做成我一次 我以为我会做成第二次 但是我好像呢 我好像需要这一下才能成长 那让我们 恭喜报仇雪恨的肖白进入积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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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路子